佛光照大地 发昔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彭爱伦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到 世界佛教论坛 17号的时候在浙江宁波的 紫章台酒店会议中心 登场的分论坛 主题呢 从明山到祖庭 出世与入世等七大项进行 有来自海内外佛教界的人士 共同在论坛上面挖掘 佛教文化的精髓 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佛教 其实面临着各种项目 它其实都要一一的应对 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 17号在浙江宁波 紫章台酒店会议中心 登场的分论坛 议题分别从保护与整理 明山与祖庭 出世与入世七大主题 出世聆听包含 国际佛王会世界总会 署理会长慈龙法师 佛光山慈善院院长 一来法师 佛光祖庭 宜兴大爵寺都间庙室法师 以及佛光山海外巡监院院长 满前法师 佛光山丛林学院院长 庙南法师等出席 在八分钟的时候 会有按理提示 结束发言 在出世与入世的场次中 佛光山文化院院长 一空法师 作为论坛主持人 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 监事长明光法师 就透过人间净土 新生活运动作分享 佛教的儿童青少年 佛学夏令 同时呢 我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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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办了四届 两岸青年 常文化体验营 正在筹划第五届 那我们非常感念 我们佛光山幸运大师 在2013年 他鼓励我们 在台湾的各佛教界 的机构 中青年 大家能够联合起来 组织了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 同心协力 一起来发扬人间佛教 来建设人间净土 现在最新的 总监事长 特朗智 实际上当天 中文演说之外 在保护与整理的场次中 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 副院长妙光法师 不只担任该场下午英文主持人 上午场之中 也产阳佛光山 在佛光大词典数位及应用 并结合AI人工智能的趋势 以此作为分享 世界佛教论坛的大众分享佛光山 在佛光大词典的音译的数位化 还有这一个应用的方式 然后另外还有我们的AI的发展 佛典的翻译 如何把AI善用运用 来加快我们的效率跟准确度 数位典藏的重点在于 我们过于去把幸运大师 他兼修的佛光大词典 还有大藏经 乃至于我们各式的佛教的典籍 还有书籍呢 都能够数位化 那数位化的下一步呢 是怎么样把它准备好 也就是资料的结构化 让AI的应用呢 可以更加的流畅 让它变得更加强大跟准确 各场次深入挖掘佛教文化精髓 来自世界各地佛教界人士 以论坛做平台 以自我实践行佛智慧 交流提升各国佛教 学术以及文化界 未来更多可能的合作 原音新闻 整理家浙江宁波 财同报道